我们不应该支持美国这种无限QE的政策 要与美国造成一个对比 证明他那一套是不对的 我自己觉得现在是后法制人 持出手反而我们积累的力量多一点 所以我就不认为完全是经济很不变 而是 欢迎大家收看系斯对话 今次继续是施老板和葳葳的施老板 欢迎你 大家好 最近中国经济全面降准 在股市来说通常降准降息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市场是非常反 当这个消息是坏消息的 就觉得本来是疫情结束了应该是收水 你疫情结束了还要放水 就是表示是经济很不得先放水 别人是欧美说的可能要收水的情况之下 我们中国是反过来的 我想看看你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研判 中国可以持美国很久 就是我们是捱的能力是强很多的 中国不QE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等美国就是他们前一轮贸易战加了关税 那么我不QE就是中国的产业其实是压力大的 以前我益中国的产业让它买一些便宜货去美国 现在我收紧中国的产业让它拿不到钱 成本高一点 其实这段时间很多地产商很多企业都叫救命的 那么企业成本高呢 那买去美国就没得选择 就是价钱选择了它受不了 因为最初美国加了关税的时候 就打算中国的企业要接近它 那么现在中国企业接不下 就要美国的消费者去接近了 那事实证明 就是中国那边站着 但是很多产品去到美国你加它关税 唯有转嫁去美国消费者身上 加上美国这段除了货币政策 还有财政政策 是给那些普通人有支票收 失业者就拿的钱 更多过失业救济金的时候 那美国派那么多钱给他的人 那中国卖东西给你的时候 卖贵一点 吃回你一块 就是你QE我也分一份 那么我相信中国是有一段时间 是坚持不QE字的 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又QE呢 说你都QE了一段时间 你花多了很多钱的 我现在才出 那我那个出的时候 分分钟效果比你的 那当然了 你可以说是否捱一下捱一下 捱不住了 那这个也是某种程度是真的 那些企业就或者资金是紧张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迫不得已 是国家政策 特意让你辛苦一些 美国是顶不住才要QE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是 现在就后法制人辞出手 反而我们积累的力量多些 所以我就不认为 完全是经济很不变 而是之前是政府刻意不放水而已 那到这一刻不是形势所逼 而是政策上的安排而已 就是反而美国要QE是形势所逼的 美国现在的处境是非常之被动的 现在美国QE了这么久 股市又谷高了 很多资产都谷高了 那现在美国股市又不敢让它跌 美汇又不敢让它跌 债市也怕它加息会有影响 那我相信美国未来 为了维持它的泡沫不爆破 所以美国稍微有通胀都不够力去对付通胀 因为一对付通胀 本来吹起的泡沫就会爆破 所以美国在金融上的处境是相对危的 那中国要让美国尝一尝它QE造成的负面效果 让它要制裁中国打金融战 这一次也是金融战一个埋牙来的 就是中国用自己的金融政策去证明 在中国的体制下 中国的模式下 我们处理金融 在金融的稳定性方面 是不让美国差的 美国反而是环境所逼下 被逼过度宽松 而一去没回头 泡沫越来越大 缩又不行 触破它又不行 将来就只会越来越被动 它被动的时候 它再想制裁中国 制裁香港 那个难度是会增加的 就是现在大国博弈的时候 考虑到和美国博弈的需要 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就不是正确的话 是不是中国经济很不便 这个是两国对疫的时候 一些策略部署来的 因为我看到一些分析 就是看到 你是看得更加文观一点 因为我看这些数据 又看到中国在出口的订单 是下来的 其中一个解释就是 因为美国开始放松 美国开始放松 美国开始正常 所以中国的出口的优势 就相对以前降低了 另外原材料价格上升得很厉害 那些中小企 就熬得很辛苦 很难完全转价到给下游 所以消费又一般 跟着出口又一般 PPI又见顶回落 所以几样东西显示 中国这些数据 事实上真的有点担心的 所以施老板也是这样的 美国是在打强身针 中国是在等企业捱世界 先顶着 我不打针都顶多一年多两年 那到适当时候 我就放一些给他 就是中国的企业在这段时间 在水中 那么那个利息又高 他要借钱又困难 是的 所以就造成经济相对辛苦 那中国就等于以前少林子 学功夫 那个师傅叫你天天去担水而已 看看你的负荷能力 你担到水多 你到时就会轻功 叫你走过桥头那块石 你踢它两个 踢到你脚都肿了 但是 翌日你踢到人那里 轮到别人肿了 这个是中国的 原始一点的手法 就是我等我的企业 先捱一下 捱得差不多 都顶得住了 我现在才要放水 我相信是中国特意持放过美国的 你觉得今次的放水会持续多久 施老板 我相信放也起码有一季到半年以上 就是不会说真的放一两个月 但是我相信中国政府的取态 可不放就不放 尽量少放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取态 中国政府是必要时才要放水 放一会儿 看看解不解决到问题 因为基本上要企业靠自己的能力 在市场上竞争 靠实体经济 在世界上有生存能力 而美国已经是养成了坏责官 一有什么不妥就放水 一放就几年 越放越多 中国的泡沫越来越大 中国一定不会走这条路 还要展示给世界 这样走这条路是不正常的 是要全世界付出代价的 我们不应该支持美国这种无限QE的政策 是一个要和美国造成一个对比 证明他那一套是不对的 既会造成经济上的泡沫 也都对其他世界的国家地方的人民都不公平的 是剥削其他人的行为 不值得支持的 谢谢先生老板